这太紧张了 大家好 我是迪杨 很期待这张专辑的文士 我也很开心能够参与录制这张专辑 录制的时候用了两件乐器 一件是我手中的柳琴 还有一件是我身后的钟软 柳琴算是中国民族 谭博乐器当中的一颗黑珍珠 因为它负责的是 各个民族管线于谭博乐的高音声部 声音很清脆 很辽亮 很透明 脚软的声音比它要圆润一点 这才写的音啊 没有 我觉得也是 钟软是一个标准的中音声部乐器 它可以负责很多的角色 无论是从律动 还是从和声 还是从旋律上 并且声音更接近人声 更容易被大家感觉到舒服的一件乐器 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呢 其实这两样乐器所给我的感觉已经很明显了 比如说柳琴在录制过程中 它就像烟雾缭绕的一层青烟 一缕青烟这样 在上面飘着 让大家感觉到 哦 这个声音若隐若现 这是它的作用 也打破了柳琴经常出现的那种 一出来就是很尖锐 很强烈的声音 这是一个突破 也是一个改变 那中软我在录制的这个作品里面有一些中庸之道的感觉的乐器 我也曾经做过介绍 它本身就是一个在我看来很中庸 很柔和 很唯美的一件乐器 很符合今天录制的这个作品的风格 真心的感谢王源唱片 以及这首作品的作曲孟老师 以及录音师李小沛老师 以及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 因为只有大家如此认真心情的工作 才可能给听众 观众带来严格的 好听的音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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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